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是家庭影院还是纯音乐 你的预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范围 你喜欢什么风格的相体的外观 你主要使用什么样子的信号源 根据这些信息我才能给他一个答案 首先说明一下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 是不考虑非音质方面的元素 比如说外观了 便携性了 功能了等等 我们只说好听的音箱该怎么选择 为了不担负大家的时间 我先把其中一个结论说出来 从高保真声音好听的角度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一个选择音箱最基本的要点就是 尽可能选择大口径低音单元的音箱 就是要听就听大音箱 那么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大口径低音的音箱 我们要从真实还原声音几个原则来讨论 第一个原则 我希望一个扬声器拥有宽广平坦的频率范围 它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轴向频率范围 它还包含了在一定辐射角度内的 声功率均匀的频响范围 也就是扬声器系统的指向性要好 第二声音的动态范围 也就是声音从最轻微到最响的声音的范围 我们管它叫声音的动态范围 大家记住 现代所有的音箱对动态范围的还原 是有压缩的 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在线 所以尽可能还原这种大的动态范围 这是衡量高保质音箱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三点 音质自然真实 就是试真度越低越好 特别是在大声压 大功率之下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一些音响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主抗啦 功率啦 灵敏度啦 但是这些参数 它并没有真实的反映了一个 扬声器系统准确还原声音的能力 现在很多标称的参数 往往是一些二阶层次上的参数 比如谈功率 不谈最大声压输出 谈频率范围 不谈指向性 但是我刚才提到的 那三个参数则是一节层次的 和声音的表现有直接关系 这三个参数里边 比较不容易做好的一个参数 就是今天我推荐大家尽可能购买大口径低音的扬声器系统的这个思路是有关联的 就是低频延伸 它和什么有关系 它和每秒钟扬声器系统能够交换空气的体积成正比 也就是体积速度 这是一个物理升学的限制 在单位时间内驱动更多的空气 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低频 要想获得低频 必须驱动空气 大口径扬声器拥有大的辐射面积 它可以轻松的驱动大体积的空气 为了获得大的振动面积 也可以通过几支小一些口径的低音单元 通过串并栏一起工作 来获得和大口径扬声器一样的振动面积 如两支八寸低音的振动面积 就相当于一个十一点三寸的低音 所以大口径低音也包含了多低音扬声器系统 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 我有一个很小的音箱 低音如何如何的好 你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这个不符合真实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小喇叭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不可能交换大量的空气 小喇叭如果能够交换合理的 尽可能大的空气的体积 它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 叫冲城 但是通常来讲 大部分的长冲城的小喇叭 往往也伴随着大的各类失真 也牺牲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效率 所以通常意义上来讲 最靠谱获得低音的方法 就是尽可能的选择一个大口径低音的扬声器系统 因为它有大的有效震动辐射面积 容易轻松的在线低频 当然大口径的扬声器系统 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声音一定好听 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低音浑浊的大口径 扬声器系统 声音还不如一个小的音响好听 这通常是因为它的设计有问题 这个小口径的扬声器系统 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通声学力波器 它可以过滤到那些浑浊的低音 因为它本身就放出那些低音 所以它听觉会更干净一些 但是大的扬声器系统 它本来这个低频就很难设计好 如果设计不好的话 它就会发出那些不好听的低音 控制力差的低音 浑浊的低音 所以一个设计正确的大口径扬声器系统 从客观基础上 就为这个系统发出好的声音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是我们所有讨论的一个基础 但是通常好音质的大口径低音音箱都很贵 所以我们常说低音很贵 如果你是一个小口径扬声器系统 我可以说你可能在某一个频段音质非常好 通常是指人声的中频段 但是你不要跟我说 你就有庞大的低音 特别是低频延伸和动态 因为这是违反物理学定义的 那么是不是小口径音箱就不好了呢 当然不是 小口径音箱它也是有很多类型的 有些呢特别适合于放语言 有些适合于放进场的音乐 有些适合于放特定的一些内容 所以根据它的类型和用途 它可能就是一款适合于你的好箱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英国的LS35A 这个小的监听音箱 BBC指定的监听音箱 是英国声的一个代表吧 它在语言的监听方面 它是非常好的 它的低音单元呢 为一只五寸喇叭 实测的评响是70Hz到20KHz 正负四个分贝 相继的鞋证频率是74Hz 这个系统的Q值呢是1.2 非常高 当然了 这是为了小巧方便鞋带设计的 所以呢 它就牺牲了低频和效率 也就是说 它低音的量感很少 Limitou也比较低 但它是一款非常好的语言监听音箱 特别适合呢 这个广播进场监听 当然了 它不像一些朋友 把它夸大成一种空气感很足 无所不能的音箱 专业级别的音乐监听音箱 有一个定律 就是相续的容积啊 在50升到150升之间 单支低音单元的口径呢 是在10英寸以上 大家看看市面上 这些监听音箱呢 其实没有多少容积呢 是50升或以上的 市面上主要都是一些民用 小型进场监听音箱 或者尺寸更小的语言监听音箱 但它不是专业级别的音乐监听音箱 但是对于民用家庭的进场和客厅环境 它们是够用的 为什么专业级别的音乐监听音箱容积要大于50升呢 这是能够保证 在最大升压输出 115分贝一米距离的时候 系统的低频能够 在线34赫兹以下 -3分贝点的低频的能量 这一种保证 为什么说大的箱底才能够重放 足够低的低频呢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刚性的封闭 小的箱底 你往里面吹气或吸气 它是有反作用力的 你吹呢 是吹不进去的 吸是吸不出来的 箱子越小 你越困难 里面的空气啊 就相当于一个气垫 所以呢 你要想进行大的 这个空气的体积进行交换 你当然就需要更大的箱底 跟它配合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音箱 第一 它喇叭不大 第二 它箱底不大 那你就通常别指望 它能够发出特别好的低音 它可能会比同口径的低音音箱好 但是呢 它和比它再大一号低音口径的 羊肉系统相比呢 它们不是一个级别 本质上 小音箱是牺牲了低频音质的一种设计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说十寸喇叭 它的低音 秒杀八寸的低音 八寸的低音 秒杀六寸的 六寸的低音喇叭 秒杀四寸的低音喇叭 四寸的低音喇叭 分分钟干掉三寸喇叭 这是一个道理 在这里呢 我没有谈中高频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呀 正确设计的 扬声器系统 无论大小 中高频段 对音质的影响 没有低音喇叭那么大 虽然不同的高音单元 和设计师 设计出来的中高频 有不同的风格 但是 差距 主要就在 低音 低频 那么基于这一点 我简单的 按照音箱的家庭使用环境 给大家分一下类 我们目前听听的环境呢 大概是分如下几个大的类别 第一大类呢 我们就管的叫桌面环节 大家想象一下 桌面的环境 通常是 摆了一台电脑 一个鼠标键盘 一个显示器 它们都是比较近的 放在一起的 你和显示器的距离也比较近 是一个非常近的距离 那么在有限的桌面环境里边呢 你也不太可能摆放太大的音箱 所以我们把桌面的环境定义成一个叫进场桌面聆听环境 那么进场环境 它适合什么样的洋式系统 按照我刚才的说法 就是你尽可能放一个大的音箱 但是太大了 你的桌面是没地方摆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五寸低音箱 大小比较合适 会为一款型号为M200的音箱 累计销售过百万了 它就是一款五寸的低音单元的音箱 它非常适合桌面环境 但是你说我能不能放六寸八寸更大的呢 当然更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后面这个桌面 摆放的洋式系统 就是会为最新的M5A音箱 它是一款八英寸的低音单元 带式高音配合专业的中音 有源三分屏设计 我为什么摆这么大的音箱呢 因为我喜欢音乐 喜欢听好的声音 喜欢听尽可能大的声音动态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桌子 这个桌子我不知道在镜头里面看 它有多大 但是呢 这个它的本身的长度呢 是三米五 也就是说我用一个三米五宽的桌子 我就可以摆放了一对大的 八英寸低音喇叭的 低音动态非常好的一个 HIFI有缘三分屏音箱 它可以保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低频 所以呢 我是通过一个比较大的桌面 大的音箱来获得更好的低音和动态 当然 音箱也占据了大的空间 那是不是可以摆一个小点的 当然可以了 你三寸四寸的都可以随便买 但是请记住一点 你省了桌面的空间 你牺牲的是 扬声器系统的低频和动态 我刚才忘了说一件事 这个湿针动态 也跟扬声器的口径 单元的品质 扬声器系统 多少路分屏都有一定的关系 通常设计好的多路分屏 扬声器系统声音会更好一些 桌面呢 也可以摆放2.1 2.1本质上呢 是2.0的一个变种 它利用了这个超低频呢 在180Hz以下的无指向性 把这个左右声道的低音给它切下来 合在一起 由专门的这个超低音播放 但因为它把这个声像切割了 而且呢 很多卫星箱设计的都比较小 超低音的摆放也不是很科学 就容易呢 造成整个低频段的局部连接缺失 造成音质下降 当然设计好的2.1还是有的 不过通常呢 体积很大 我觉得不如直接上一个大口径的2.0系统 更简单干净 我本人就是一直使用2.0立体声的系统 这就是在桌面环境下选择一下的一个思路 那么第二大类的听音环境呢 就是客厅了 所以它们的结果很厚 帮助一下 懂得有什么 单击 把画面变得更大 这些比较大 这些编辑的 第二题是中文质